《撒姆尔记上》第十三章 扫罗登基的时候年三十岁,做了以色列王四十二年。 他从以色列人中为自己拣选了三千人, 两千人和扫罗一同住在密抹和伯特利山, 一千人与约拿丹一同住在汴雅敏的基比亚。 其余的人扫罗都遣散他们各回自己的家去了。 约拿丹攻打非利式人在迦巴的驻军, 非利式人听见了,扫罗就在拳地吹脚说, 让西伯来人都听见。 以色列众人听说扫罗攻打了非利式人的驻军, 又听说非利式人憎恨以色列人, 就应照在吉甲跟随扫罗。 非利式人聚集起来,要与以色列人交战, 他们有战车三千辆, 寄兵六千人, 步兵像海边的沙那么多。 他们上来, 在伯亚文东边的密抹安营, 以色列人看见自己的情况危急, 处境窘迫, 众人就藏在山洞、 盐穴、 地洞里和地坑之中。 有些西伯来人渡过了约旦河, 逃到迦德和激烈地, 但是扫罗仍然留在吉甲, 跟随他的众人都恐惧战惊。 扫罗照着撒姆尔锁定的日期, 等了七天, 但撒姆尔还没有来到吉甲, 众人就离开扫罗散去了。 扫罗说, 你们把凡纪和平安纪带到我这里来。 他就献上凡纪。 他刚刚献完了凡纪, 撒姆尔就来到了。 扫罗出去迎接他, 向他问安。 扫姆尔说, 你做了什么事? 扫罗回答, 因为我看见众民都离开我散去了, 你有没有照所定的日子来到? 而非利式人正在密抹聚集起来, 我心里想, 非利式人现在就要下到吉甲来攻打我, 我却还没有向耶和华求恩, 所以我就勉强自己把凡纪献上了。 扫姆尔对扫罗说, 你做了糊涂事了, 你没有谨守耶和华你的神吩咐你的命令。 如果你谨守, 耶和华就必在以色列中建立你的王位直到永远。 但现在, 你的王位必不长久, 耶和华已经为自己找到一个合他心意的人, 立他做自己子民的领袖, 因为你没有谨守耶和华所吩咐你的。 于是, 撒姆尔动身, 从吉甲上汴亚敏的基比亚去, 扫罗数点跟随他的人约有六百人。 扫罗和他的儿子约拿丹, 以及跟随他们的人都停留在汴亚敏的迦巴, 菲利士人却在密抹安营。 有突击队从菲利士人的营里出来, 分成三队, 一队往俄弗拉向苏亚地去, 一队往伯河伦去, 一队往喜波因谷对面的境界向旷野去。 那时, 以色列全地找不到一个铁匠, 因为菲利士人说, 恐怕希伯来人制造刀剑或枪矛。 以色列众人要磨锄头、 锂头、 腹头和铲子, 就各自下到菲利士人那里去磨。 磨锄头或锂头的价钱是七克银子, 磨三尺叉, 腹头或刺棒的价钱是四克银子。 所以, 到了征战的时候, 跟随扫罗和约纳丹的住民, 没有一个手里有刀或枪的, 只有扫罗和他的儿子约纳丹有刀枪。 有一对菲利士人的驻军出到密魔的爱口去。 对菲利士人的驻军出到密魔的爱口去。 对菲利士人的驻军出到密魔的爱口去。